你如何想起用餅卡做營業的方法 你也行先過人 因為香港人覺得派餅很麻煩 所以我打算拿餅卡代替 希望能夠代替 餅餅餅也是一個餅 不過你的形象也不同了 品種也不同了 試試吧 所以餅卡的設計也是我自己的 上面有一隊隊 是超等良緣情永固 群賀新女樂齊味 用超群 對 超群字 每個人看那隊隊 就覺得很好玩 看那隊隊 不知道你有否見過我們的餅卡 好像十足像是一個請貼 那我就要他一套 多數這些是女家記出的 現在你問我 對於中國的禮儀和嫁草的問題 我全部都認識 所以他們就做了別人的結婚 顧問 我做了人測廠 你有沒有查到這件事 沒有查到 你自己也有人測 我有人測廠 我還有人測廠 我還有設計部門 但你說的餅卡 我記得大約在84年 試過餅卡擠提事件 那個勇利要拿餅 是甚麼事 那個時間又是有一個故事在這裏 舊時就因為 你知道現在白街 你知不知道白街 沒有人知道白街的名字怎麼來的 白街是我跟他改的 舊時她的park and shop 是兩個西人的太太 就是兩個女士們 就在上山的電車 上山的吊車 上山攬車 攬車那裏有一個小小的shop 是叫park and shop 最後就賣出來 賣出來就是被和記的前身 又是一間英國的公司收購了 那間公司收購了 他的管理總經理 即是他的總經理 總經理 總經理就來找我 叫我和他合作 發展他的park and shop 你可不可以幫我 現在你們已經很出名 你可不可以幫我合作 我每一間開的時間 我都給你一個位置 就是你的超群西餅一定在 那我就說好 我問你的名字 park and shop you have no Chinese name 我說 那我就跟你改 你叫做白街 park 就像是buck 白街 百樣的街 就好 後來他們拿回董事局 就承認他的名字 就是用白街 我現在告訴你們 白街的名字 是我發明的 我改的 那跟餅卡劑提提有什麼關係 那好了 那個park and shop 又是鑽市頭 又被人買起 那是很厲害的 他進來之後 他不愛我了 他看到好生意 不用你了 不用我了 踢我出去 給我兩星期的時間 叫我撤退 別人去買 他說沒有了 超群沒有了 那些人住著 說超群 已經倒閉了 那就開始擠提 就是這樣 那你說是不是很慘 那每個人拿餅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心寒 這次 這關過不了呢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他在外面的店舖 又排長龍 那些人拿著10個餅券 就買10打回去 我們開通宵 即是你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有供應給別人 一斷了供應 這個謠言變成事實了 你不能給別人 所以我們通宵 後來搞到 我們不能做這麼多花款 一未做那些大卷餅 切切切切那些 一塊塊切切 總之有餅你拿 那怎樣平息 怎樣令人安心 我有餅你拿 我出來 勸記者 招待記者招待會 我上午很他調 因為我動作工夫 也有些東西去調整我自己 那時候我工長 爆笑 又畫畫他還在 我立即經常去他上課 那天早上到他 那些同學說 超群 你公司正在擠提 那些人都排了长龙 为什么你这么自由地来画画 我说 现在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说 我就快来画画 就等我的心情可以轻松一下 我说 我不管他的擠题 我说 你已经在擠题了 到记者时间 我就告诉他 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 我们没有事 没有问题 我们不需要去擠题 是有饼给你们的 那你那个超群饼店一路都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会去到98年的时候要结业 发生了什么事 我这样的 你开到外地也是 我开到都说 我开到什么呢 开到台湾 开到美加 全部都有 你不可以相信我当时做生意人 一个女人和一个 就是我做伙伴 房太 两个人 我一起做生意人 做到一年里面 营业硬是多厉害 连海外连了这么多 我也是有多大的生意 我都不想说 是过亿 亿亿这样讲 多大的生意 你也说 员工多厉害 我开始的时候 12个员工 后来到了多少 几千人 我只是跟我吃饭 有几千个 我们也有奖赏给他们 现在先排的工人就说 你看我只是收你的金牌每年 他很资深和做得很好 我只收你金牌收了几十个 我现在值钱了 我说凌 两个的 每一个全部挑起来 多少年给你的 又肯定有一句字 敬业乐业 那些字在鼓励他 我们会整班每一年 都会有赏赐给他们 跟他们去游浮 很高兴 我和他们一起瘋的 你知道 这个不用煎的 是可以吃的 这个是香橙朱古力糯米糍 这个是里面热的 嗯 不是太热 可以的 我整口了 可以整口了 嗯 嗯 好吃 好吃 是不是好吃 那你经常对那些员工这么好 又会和他们去旅行 和你搞到那间饼店 98年要结业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 因为对他们太好 他们觉得这个人也挺好欺负的 也没什么所谓 后来那些员工是出卖了我 怎么出卖了你呢 我又不想说别人这些东西 始终他是很不适合 就是对我 一好对我不住 那就可以说他现在都在做 我都在做一个饼铺 我以为我对他这么好 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 我还将我自己的股票 就是我是大股 股份 大股是最大的股 我将我自己的股份各一款给他 那我自己是65的 我還有一個伴侶 只有35人 我直接把30%送給他 我說你和我好好地打理我的生意 因為我說我的弟弟不會接掌我這些生意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專業人士 我有兩個律師 一個是醫學的教授 我說他們不會接掌做生意 說我很想你們這班人跟了我這麼久 差不多二十多三十年了 說接掌我這些生意 將來我年紀大了我不做 就你們做 給你們做 我是無條件給的 預備我就送了一間公司給你們 我是用行動表態我是可以做 我現在都無條件給你 我將來給你公司 我說得出就做到 我現在說給你30%就給你 不用你給我一個先 我甚麼都不用 我還會升上你去那個董事局裏面做了董事 我真的覺得我用心這樣對你 你一定會對我很好 會很忠心於我 做了30年左右 但是他就是不可以安分 他就整整一下就出賣了 是怎樣出賣呢 我一說都知道了 別人知道是誰了 那個方法就是他將我其中一個海外公司 就先斬喉袖 他將我公司賣出去 賣了給別人 收了別人的定金 就賣了給別人 才告訴我 我那時候也是有意義想賣我的生意 因為我已經聽到那些聲音 是知道他有些造反的意思 但是你不相信 是不相信 除非我自己看到事件發生了 我看到親耳聽到親眼看到 我才相信這件事 我不是太相信謠言 我不是太相信是非 所以我不喜歡說是非 我不喜歡說人 不相信我就變成了 別人說 我就懷疑 不是說真的 十足相信 到事件真的發生了 那你不可以不相信 那已經太遲了 即是你的公司被人吃了 他直接賣了 收了別人訂 誰知道他很不幸運 如果你賣了我也沒所謂 即是我也預備賣了 因為我聽到 即是我覺得這些東西力不道不為財 即是我們這些叫做現金生意 一天收現金的大把錢進來 即是好說不要聽 最好成績的時候的生意好到 我要跟我的夥伴一起兩個人出馬 給那些膠水桶這麼大隻的膠水桶來裝銀子 即是來不及收銀 那些銀子就這樣倒進水桶上 我拿到後面 馬上數一數 馬上入銀行 後來就搞到 因為他見到生意這麼好 即是他自己心裡也心紅 他想自己搞一間 你明白嗎 那用借助我們的名字 後來我就這樣發覺 用我們的名字 訂了很多東西 機器 沒有理由我們要訂機器 即是沒有理由 那些人就 即是有些人不值得 就熟悉的 就找人來問我 他說是不是你又再發展了 但是買的東西好像是另外開一個新的公司 即是一個新的公司 你才知道 才知道 問他他當然不認 他自己那間新公司沒有用他的名字 但他們親親戚戚 但是因為沒有他的名字 就不可以公開來告他 我知道了之後我也想不做 你知道嗎 即是沒有人和我 即是我是信他 怎知道他 沒有人再跟你看 對啦 沒有看 那我是信他的 我又給了30%給他 怎知道他又是 即是可以做這些事情出來 即是那時間我是很灰心 即我是 即我不是傷感 是我的公司被人騙了 我是傷感 是我對他的信用 他給我一個很大的打擊 就是這樣 有沒有影響到你對人的信心 有 不敢再那麼全力去信一個人 是的 我現在不敢了 現在我爸爸了 結束生意的時候 公司有沒有負債累累 當然有 你揹了這個數目多少錢 4,100多萬 清盆那時候也70歲了 你結業的時候 是不是董先生也找過你 看看是否需要幫忙 是 他也找人打來 還有我同事也要多謝 一個人 月詩敏姐姐 你結束生意的時候 公司有沒有負債累累 當然有 揹了很多錢 有 我做了擔保人 借了很多錢 你擔保誰 都是擔保他 擔保他 那你的債就要自己揹上身了 你又沒有申請破產 沒有 但每個人都叫我申請破產 我是有資格申請破產 我是可以告訴你 我甚麼都認 我個人沒甚麼所謂 我是有資產 有資產 我實際我這麼多年 賺了真的可以說很多錢 但我真的拿來做善事 我拿來做善事 就是幫人 我做了55年的善事 我自己就不太懂得用錢 我不懂得甚麼叫探 甚麼叫享受 但這個真人的錢 就是天地留心說 不是我用了 是公司 是借給公司用來周轉的 你借多少錢 4,700多萬 都很大筆數 很大筆 那時候 你會怎樣還 就很辛苦 我是有些物業的 但是那時候你知道 那時候現在說也不要緊 每個人都會把公司 有的物業 都會開一個海外公司 拿去海外公司那裏 那裏 和你寄製 我明白是沒有問題 譬如我去申請破產 是直接合格的 如果我是這樣做的習慣 我是否也有欺騙的成份 因為你是有資產 有些物業 你不是真正的 雖然法律上 你可能可以逃得過 但良心和動議上 亦都不說 對了 你的話就可以了 我有時我的口纖 不是這麼伶俐 所以說不得清楚 聽說你為了還這些錢 不單止要自己吐出來 你還以為大覃者 都會做賺錢來還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 是呀 做大覃者 別人說我 實際說我 那條命是好的 就是說不要緊要 喜歡我 好熱頭 叫我去做大覃者 不如大覃者是利是 如果我是做摩登的高級大覃者 有一個人在這裏審查 我只是在口邊寄 他們的婚姻也算是維繫得不錯 小朋友都大了 你覺得很委屈 要做大覃者去還錢 我沒有覺得委屈 你有沒有覺得哭過或難過 沒有哭過 甚麼都沒有了 一些都沒有哭過 你沒有看到我做清盤的電視上嗎 每個人都說我很瀟灑 我還在笑 我說我不要緊 我從零開始 真的零開始 我借錢 現在又到零 沒所謂 我零到零 但不要忘記有一件事 我很安慰 零和零之間 我幫了很多人 那你現在還是不是零 是不是已經有了一些積蓄 那又不可以說有 又不可以說沒有 但現在我很開心 但起碼你中山的超群山莊 還可以說 那個我已經開始賣了 我想賣了 但現在我的錢是到去年為止 我很開心 我還了 但不是只要我做大監製環 我其中你不知道我又做大團 是中山旅遊 是中山旅遊 我好像做酷梨一樣 跟他們去襯虛 多熱 但還有一件事 很感動 Steven 我一定要告訴你 我現在要說回頭 是我清盤的時間 那些餅卡 那些人個個都來追我 罵我 你又這麼什麼 你自己也好 你都不知道捲了多少錢出去 現在那些餅卡又拿不到 又不可以兌費錢 他說你的超群山莊那麼漂亮 因為你們TVB拍過我那裡出來 做了一個磚房 拍到整間屋 真的那間屋是很漂亮 裡面是很多房間 那些房間每間房間 差不多五星級 因為我做了那些是多元 我是招待一些外國的朋友來住的 後來我就做了 變成一個resort resort是怎樣的 度假村 度假村 那個位置是政府給我 因為我捐了一筆錢給我的鄉下 那裡做了一個老人福利中心 就是因為這樣 那個鄉府那裡給我一塊地 所以那塊地是政府送給我的 我現在想買 因為我年紀大 我小時候不是香港 一個澳洲 一個英國 一個美國 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打什麼 我年紀這麼大 我怎知道什麼時候去得 不如沒有了 我不免費手給你們 所以你當時也不能說賣了他們來還錢 因為你一賣就要補錢 是的 他們也要補錢 我也沒有錢補 那時我清盆 那時都七十歲了 很大打擊 七十歲清盆 那我又不覺得太大打擊 我也覺得我便尤其是來過 所以我說我零到零 我還好像很豐蘇地說 不過這個只是我人生之中一個編章的結束 所以結束之後我就繼續努力 第一件事 我就學電腦 七十歲時學電腦 我女兒說媽媽不要了 她很難的 我說怎樣難 什麼叫難 我說我經常告訴你 世界沒有難事 我說是嗎 我說別人學到的東西 我一定學到 如果我是指不到 我要起雙手不要抖 慢慢靜一點 慢慢移 我說我一定可以 現在我的電腦 我比很多年輕人更厲害 那你現在就無齋 一身輕了 還曬了 那你新的目標又是甚麼 新的人生目標 新的目標 就是做一齣戲 做一齣新的話劇 說自己的前半生 都是一齣的 我還有多少日子 我不要緊 我最重要是看我這齣戲出了爐 這也是我的意外收穫 主辦機構不是我自己 我的責任就是 拿我的故事出來 故事是我沒有收錢的 是沒有愛他們的 他們給我一些優惠 我說我沒有 第一 你是做善事的 第二 我覺得很榮幸 給我 你們已經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榮譽 這就是我的得獎 我知道你找了李思琦 去演繹你 是你選李思琦的還是 我選李思琦 我李思琦 那時他還未成功得獎 那你跟李思琦是否本身都很熟 本身很熟 所以我當時問他 如果做出這樣的戲 我請你做我 你會不會做呢 他說做你 很難做的 因為你的性格是很古怪的 說起名人你都認識不少 據我理解 我們前首席大法官楊之良先生 都是你的親戚 我表弟 你表弟 我簡直是一起成長 96年的時候他去競選特首 有否跟你們談過 有 那時我也告訴他 因為我已經知道 我跟冬紀華都很熟 我知道他已經 當屬於他 那你有沒有叫他力武選 他也知道 說都要陪一下阿彭 很偉大 他放棄了英國班給他的分衫 又放棄了英國國籍 分衫沒有放棄 因為他放棄 他不接受 他說你不安便不用 可以不叫自己去做事 不叫 但是他說你認救也是做事 就是這樣 說起董建華先生 你結業的時候 是不是董先生也有找過你 看他需不需要幫忙 是 他又為人打來 他很好對我 很nice 他真的很好 我不懂得說 在很多個場合 他都忘記了自己 他在做主題嘉賓 他來到下面很多嘉賓 很多Donner在船上 他一見到我之後 他做完了主題 他走下來 就approach我 真的很奇怪 那些事全部都不去跟別人握手 他一來就來靜我 那時我還跌倒腳 你知道嗎 哇 那時一個人 人生到一個低點 低點的時間 哇 一起離開 是一樣不好的 25萬人來的 我也是同時 那時跌倒腳 那司機又走了 你知道嗎 那司機原來去了緋車 緋車說 我不知道是你的司機來的 我是他知道的 我就不讓他來的 我說他知不知道 我一跌倒腳 我剛薄一條腳 我都未曾說去得佳智 他說要辭工 他說立刻要辭工 多一個星期都不行 我原來去了你這裡做 他原來就是那一晚 不知道他幾時過了幾天 就要接飛機 所以一定要離開 那時就有一個很好的故事 我也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還有我同事也要多謝 一個人的若仙 葉仙文 葉仙文姐姐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節目 我還記得你 葉仙文 多謝他叫什麼 多謝他在電台上呼籲 他說我知道現在超勤 已經在清潤盤 他說很多人在那裡罵超勤 很多人還在那裡拿餅卡 他說如果你真的按這個餅卡 他直接拿了一萬元出來 替我收回餅卡 他說還有哪一個人可以幫到超勤 大家都伸手出來幫他 他說現在他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你們不要再罵他了 身邊真的全香港的人都啟動了 有一間戲院 剛才有個新戲相 他說你們拿著這個餅卡 就當作一個戲票 你可以來畫位 有一個菜檔 不知道哪個街市 一個菜檔 有什麼名字 告訴他 你去買菜 當作現金 有哪個肉檔 也是當作現金 還有一間農場西餐廳 也是可以去吃餐 當作現金 還有一個餅店 他說也可以給我收回餅卡 不過我記得要加10元 就是因為葉善文姐姐的呼籲 你跟葉善文有什麼淵源他這麼幫 沒有 沒有的 我不認識他的 但是他又這麼好心腸 所以後來我們變成好朋友 後來很多東西 我自己學了電腦之後 我自己做了一個網頁 網頁上我去訪問名人 叫他們每個人都要做一個菜式 你們藝能界裡面很多人 我都有去訪問他們 叫他們做個菜式 糟了 我還沒有 所以我不夠出名 不過這些是你以往中落的善因 所以你需要的時候有朋友幫你 我希望你將來的生活會更愉快 我今天也準備了一份小禮物給你 Doris 麻煩你 我特地找了你的好朋友阿蟲 畫了一幅畫給你 這個是你來的 裡面的字很有意思的 酸甜苦辣百味塵 原來飲食似人生 超群不止廚藝好 面對人生仍超群 多謝 我希望你喜歡這份禮物 好喜歡 預祝你九月份的舞台劇 成功能夠籌得很多的善賄 如果你有機會 跟李珍超群女士聊天的話 你會發覺一個人年紀越來越大 不等於他會越來越好 在他發自內心的那種活潑動力 和勇於接受挑戰的態度 比很多現在的年輕人更加年輕 在李珍超群女士的身上 我們可以學會什麼叫做活到老 學到老 享受生命 和積極面對人生 得到老 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